元崇幻 一个三百年前 打碎了后继努尔哈氏 与皇太奇两代帝王 定顶北京梦生的日子 他究竟怎样建立了 如此过日之功虚 元崇幻 一个挽救大明王朝 与风雨飘摇之中 但最终 这位明朝重植皇帝 凌迟处死的人 究竟是什么 筑成了这个千古奇人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 在线冥王金星六五日 重唤之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辽东的边士 错杀了两个人 一个是 诺尔哈赤的父亲 塔克士 另一个是 寄辽都师 袁崇幻 明万利皇帝误杀了塔克士 冲真皇帝又错杀了袁冲焕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前者 塔克士被杀 诺哈士含恨起兵 明王清兴历史出现了一个关节点 后者 袁冲焕被杀 冲真皇帝自毁 明史 袁冲焕传说 自重换死 边是义无人 明王争决意 历史逻辑值得注意 前因后果 渊源相报 结果 袁冲焕成了诺哈士的克星 诺哈士的儿子黄太吉又成了袁冲焕的克星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大人大智大勇大连者 很多 他们是中华 他们是中华豪权的 中华民族的脊梁 袁冲焕正是这样的一位 我们 我们 透过袁冲焕的品格与精神 了解先贤 敬仰 英雄 增长 智慧 激励 来者 袁冲焕 精力 万力 太昌 天启 充真 四朝 与诺哈士 黄太吉 征战 疆场 袁冲焕 折射出 明王清清的历史 并 透视出 山崩地解 诡谀 奇变的 时代 袁冲焕 以他荣马逢走的一生 折射领断 明王清新的变迁 也以他47岁的短暂人生 感悟了人情的冷暖 与世事的苍凉 但历史 让我们依然迷惑不清 袁冲焕 既然一生功勋无数 为大明王朝江山 得以延续出生入死 但最终 崇祯皇帝 为何在设计危机之时 却将这样的得力功臣 下了如此无手呢 下面讲第一个题目 平台落狱 明崇祯二年 继后经天聪三年 1629年 12月初一日 崇祝皇帝 亲自率领八旗大军 还有蒙古旗兵 绕过 袁冲焕的防区 就是关 山海关 景 景州 绕过关景防线 通到蒙古 突破长城 攻陆冲建东华 直比北京 袁冲焕的驻地 在宁远 今辽宁星辰 他巡视到山海关 得到了黄太仪 进攻的精彩 冲爆 袁冲焕几点九千兵 心胆俱随 奋不顾死 事不传摊 麻不在末 就说兵不吃饭 麻不喂草 日夜坚持 赶在黄太极之前 到了北京 广区门外 黄太极军队 到了北京 城外 在安定门外 安营扎战 黄太极部署他的军队 在广区门外 同袁冲焕的军队作战 袁冲焕是 深一县士族 马径相交 口仙眉 马勒口 同后军的军队进行拼杀 袁冲焕的甲咒 被第一军射的那个箭头 像刺射皮一样 后军军的一个勇士 一刀砍到袁冲焕的头上 袁冲焕手下一个副官用刀一格 把那个刀隔断了 袁冲焕险些丧生 经过袁冲焕的军队 奋勇的抵抗 黄太极在广区门之战打败 随着黄太极的军队 又在左安门外进攻 袁冲焕率领军队 又在左安门外打了胜仗 就接连取得广区门 左安门两次大截 黄太极怀着宁援之伴 宁锦之伴 和这一次北京城之伴 的七尺大辱 还抱着 他的父亲在宁援城下 被袁冲焕的炮打伤不久 而死的七尺大辱 一面布设反间计 一面等待时机 准备向明朝的北京城 发动新的阵攻 这个时候 袁冲焕的军队 驻扎在北京广区门外 一旦 石之寒冬大地 兵营入宿 无良无产 在这种情况下 听到冲真皇帝要议军饷 当然很高兴 这里面我插一个故事 就是袁冲焕军纪 十分严明 军队到了北京之后 无良无草 人鸡 马皮 袁冲焕有令 任何一个官兵 不许抢老百姓家的粮食 不许砍老百姓的树木 点火取暖 但是有一个士兵 实在是恶极了 就偷了老百姓 加了一块面饼 袁冲焕知道之后 含泪当众把这个士兵斩首 为了严肃军纪 袁冲焕神神知道 这个时候军队最缺的是梁响 他得到冲真皇帝 要招他到紫禁城平台 以军响的时候 他很高兴 但是有的军官说 里面是不是有别的事情 袁冲焕就不管 要到平台 袁冲焕到平台 要先进城门 这个时候北京是九城戒严 城门紧闭 不能通过城门进去 怎么办 他就从城上用一个绳子 掉一筐子下来 袁冲焕坐在筐子里头 再提到城上 堂堂大明兵部上属 寄疗都师 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 要坠城而入 到了城里 进到紫禁城 到了平台 这个时候 冲真皇帝在平台 等待袁冲焕 袁冲焕到了平台之后 冲真皇帝 变速地坐在那里 没有一军乡下令 将袁冲焕逮捕 这件事情 冲真长边 这么记载 得都师袁冲焕于狱 就是得捕袁都师冲焕 入狱下狱 还有一个人叫纪六旗 他写了本书叫《明纪北略》 这个书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说 祝锦衣卫 拿至殿下 孝卫诗人 赤起朝福 丑丫 发西朝门外 锦衣卫大唐 发南镇福斯监狱 袁冲焕被剥掉了 官府 拿下 押送到了 锦衣卫大狱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惨遭折刑 明充真三年 即后今天充四年 1630年 8月16日 公历9月22日 这一天 中国的天庭上 一颗星辰云落 就是明兵部尚书 寄疗都市 袁冲焕 惨遭 冲真皇帝的折刑 这不仅仅是 袁冲焕个人的悲剧 而且是 大明皇朝的悲剧 袁冲焕被处死 和受的刑法 是折刑 明朝的刑法 明使刑法制 说明朝的刑法有五种 一是持 就是鞭持 二是杖 就是停杖 三是监 就是做监狱 四是流 比如说流放 五是死 死刑有二 一是绞死 二是斩首 就最重的是斩首 身首益处 袁冲焕受的刑法 是死刑之外的 特出的一种酷刑 就是折刑 什么叫折刑 这折刑 本来不是用于人的 古代啊 在祭祀的时候 把那个生 杀生 来祭神用的 就是把祭的那个生 把它肢解了 来祭神 后来 这个刑法就用到的人 这种刑法 是非常残酷 据记载 行刑的时候 在刑场立一个木头桩子 把寿星人捆包到桩子上 筷子手 用刀 从四肢开始 一刀一刀 骗这个兽星的人 骗多少刀 没有定数 因人而异 因实而异 有八刀 有十六刀 最多的记载 是三千六百刀 有的受刑者 用他一刀一刀的骗 痛苦的 惨叫不止 甚至有的 骗了许多刀之后 心脏还在跳动 还在呼吸 还有知觉 原重患 所受到的 就是这样的呼吸 这件事情 有一个人 叫张黛 他写了本书 叫《诗贵书后集》 这里面 有一段记载 他这样说 虽欲振服司 绑发西市 寸寸 鸾割制 割肉一块 京师百姓 从筷子手 争取 生蛋之 筷子乱谱 百姓以前 争买其肉 倾客利尽 开堂 出其肠胃 百姓 群其强 得其一斤者 货烧酒 生 虐 血肉 持家间 有唾骂不已 施得其骨者 以刀斧 碎 遮之 骨肉 俱进 只剩一手 传世 久别 就是说 袁冲患 受刑的时候 从 镇夫斯的 那个监狱 捆绑着 压到 西市 西市 就相当于 金 北京 西寺 丁字阶 这带的地方 筷子手 行行 一片一片 蹭割 袁冲患 这么大的 高官 按说 明朝有八亿 就是重要的人 在量刑的时候 有八种情况 或减 或免 这八种情况 叫八亿 就是 亿亲 亿故 亿公 亿贤 亿能 亿勤 亿贵 亿兵 就八种情况 有一 就可以 或者捡 或者免 袁冲患 不是一 他有功 有秦 有贤 等等 袁冲患 取得了 宁远 宁金 京市 三次大捷 有功于国家 民族和社稷 最后 竟然落得 一个折行 而死 但是 我要 说明一点 上面 既六旗也好 张代也好 他们的记载 可能 有所张势 不完全 近乎人情 大家 参考而已 充正皇帝 折死了 袁冲患 可以说 他是自毁 长城 他在 折杀 袁冲患 的时候 袁冲患 所受的悲剧 可以说 是中国 古代史上 旷世 悲剧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让生性多疑的 崇祯皇帝 在国难当头之时 错杀了大将袁冲患 直接加速了 大明王朝的灭亡 不知道后来 崇祯皇帝 在眉山与明王朝 同归于尽之时 回想起曾经的这一幕 会作何感想 袁冲患的死 究竟又为何被后世的人们 称之为千古奇缘呢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三 旷世悲剧 袁冲患的死是悲剧 悲剧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多 但是像袁冲患 这样的旷世悲剧 不多 似乎可以说 空前 绝后 为什么这样说 理由有八 第一 可惜的年华 盛年遭难 袁冲患被折杀这一年 是四十七岁 正当盛年的时候 这样为国为民朝气蓬勃 人至永连的人 死在敌人之手 尚且可惜呀 况且是被自己的人杀害了 第二 污蔑的罪名 七军通敌 大家知道 岳飞被杀 罪名是什么呢 三个字 莫须有 袁冲患被杀 罪名 欺君通敌 袁冲患既没有欺君 也没有通敌 袁冲患的罪名 是被污蔑的罪名 第三 惨酷的刑罚 惨遭折刑 袁冲患是大明皇朝的兵部尚书 寄疗都市 连续取得宁远宁保卫北京的三次大写 竟然遭到最残酷的千刀万刮的刑罚 八亿对他也没有用 冲真皇帝置一切与不顾 用最残酷的刑罚杀害了袁冲患 第四 可悲的民怨 民恨 众怨 袁冲患死 为保卫北京而死 为保卫国家民族设计的利益而死 但是他死的时候 得不到北京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 我刚才讲的那些例子 可能有夸大 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他死的时候 经事老百姓不理解 不认为他是忠臣 而认为他是通敌 为了保卫北京身上重的剑 像刺猬皮一样 残造自己的暴君杀死 而且得不到京师老百姓的理解 第五 清贫的都市 家无余子 袁冲患做寄疗都市 每年经手的良响 白银数以百万计 分文不谈 他父亲死的时候 要料理丧事 回家路上没有盘缠 同僚官员朋友 凑钱给他回家的盘缠 为他给他父亲发丧 他在福建少无座直线 一分钱不谈 有一个人叫扎记佐 写了本书叫《罪为路》 记载袁冲患呢 这么说的 此臣做县官 不入一前 就不贪污一分钱 最后死的时候 抄他家 明史袁冲患记载 抄家 四个字 家无余子 官做到兵部上书 寄疗都市 寄疗都市相当于 现在沈阳军级司令 就是国防部长 兼沈阳军级司令 这么大的官 死了之后抄家 家无余子 做直线 不谈百姓 一文钱 宋朝岳飞 讲过一句话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惜死 袁冲患 像岳飞一样 做文官 不爱钱 做武官 既不爱钱 又不惜死 我在外地讲 袁冲患做县官 旁边老百姓家着火了 他自己上房子 给老百姓救火了 可以说 袁冲患 是中国古代文官 是中国古代文官的 学科 明实记载 抄家的报告 清朝 千龙皇帝 派了官员的调查 都说他没有儿子 那袁冲患是没有儿子 还是有了儿子死了 还是有了儿子 有人保护他 把这儿子隐藏到民间了 这些问题到现在 搞不清楚 是一个历史之谜 究竟又在哪里呢 第七 痛心的身后 尸无藏处 明朝人史玄 他写着本书叫 《旧经仪式》 他说这个 犯人行刑的时候 刑部等等 都要判官员去奸展 大型婉平 这正堂 要亲临县长 大型县 领着尸身 婉平县 领尸手 然后再对 是不是有替身 袁冲患 这么大的一个侵犯 加影号 侵犯 必然有众多官员 在那奸展 那袁冲患的尸体 哪去了 张黛说是 船首九边 船首九边 是雄庭壁 袁冲患 船首九边 只见这一条记载 其他危险没有记载 那么袁冲患的尸首到这哪去了 明朝没有记载 清朝没有记载 官书 文集 笔记 方志 都没见 记载 到民国年间 有人说 说袁冲患的尸首 袁冲患的头颅 被他的仆人 偷了 埋在自己家的后院里面 文革期间 把舍家馆 袁冲患的木挖了 里面没有发现遗骨和遗物 所以袁冲患的遗体 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第八 尴尬的平反 敌朝朝雪 大家知道 岳飞死了之后 世过二十年 有宋高宗的儿子孝宗 给岳飞平反 于谦死了八年之后 有明英宗的儿子 宪宗给于谦平反 他们都在当朝 岳飞在宋朝平反 于谦在明朝平反 都在当朝 袁冲患呢 袁冲患是他死了152年以后 由明朝的嫡朝 清朝 天龙皇帝 被平反 这件事情 清高宗实录 一千一百七十卷 天龙四十七年 十二月初四日 记载 他这么说 昨批阅明史 袁冲患都师寄聊 随欲我朝为难 但尚能 忠于所事 彼师 主婚正案 不能 庆喜 沉亏 以致 身离 重地 深刻 敏策 袁冲患 西广东东 东莞人 现在有无子孙 曾否出世 驻船域上安 详细查明 欲辩 复奏 这件事情 发生了 天龙四十七年 十二月初四 天龙皇帝 看明史 看到袁冲患传 袁冲患 终于明朝 要广东巡抚上安 查 袁冲患的后代 后来上安回复了 查 袁冲患没有后代 从本家里头找了一个孩子 来接学他相伙 袁冲患的平反 是由明朝的嫡朝 乾隆皇帝给平反 这件事情 表现了乾隆皇帝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 远见着实和宽大循环 从此 袁冲患蒙冤的真相 才正式大白于天下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 人们才敢于公开的 纪念和祭奠 袁冲患死后 名是袁冲患传 记载 自重患死 便是义无人 明亡正月 这就告诉我们 袁冲患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 折射出名亡清新的历史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人者 受到小人的攻击 智者 受到庸人的嫉妒 勇者 受到敌人的仇恨 而袁冲患 而袁冲患 以仁智永连的高尚品格 随为当事所不容 却为后事之不容 却为后事之不容 却为当事 可想得到 但这次的事 网络 却为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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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政